如来正伐是什么 大臣尖教 大臣尖教对今天众生的根性 最奇迹的 最方便的 最直接的最稳当的 成就地殊胜的 无过于念佛法门 持名念佛 总归在这部经上 我过去学华严 在华严经上用了不少的时间 最后看到华严 华严经的终结 普贤菩萨 射大愿望 到归极乐 到最后 归无量寿 无量寿是华严的归宿 我把这个事情才真搞清楚 搞明白了 完全肯定 无量寿间 更华严经 是一体 无二无别 归极清 居士讲的话 我完全同意 一点怀疑都没有 他说 无量寿间 皆是 中本华严 华严 就是大本 无量寿间 这个里头有个 小本 阿弥陀经 那就小本 阿弥陀经 小本经 无量寿是中本经 华严是大本经 三经一体 三经 无二无别 我以为 华严经 分量太大了 不是现在 一般人之所能受持 所以我就把华严 放下 将无量寿 过去讲过 十遍 这第十遍 我是真 发了这个信 这个神 由生之年 专将无量寿间 专宏 无量寿间 如果将来有时间 我替华严经 做一个 借本 分量大幅度 把他减化 揭露华严 精彩地方 十分之一 现在 现代人就算 欢喜 就愿意看了 这个 这是有必要的 我也欢迎 年轻的同学们 去做 你们做好 给我看看 看看你揭露的 恰不恰当 揭露 最重要一个原则 正对于 现前社会 他在管用 切记 决定不能改变 原文 这叫切礼 切记 切礼 就是如来 正法 切礼 切礼 切礼